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嗯 那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个礼拜的南馆主题 那我们一样很荣幸邀请到 千身音乐工作室的黄俊丽老师 那我们让老师先一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黄俊丽老师 本身在台北艺术大学春农音乐系 和台南社大台湾分校 和南宁高中的社团老师 还有一些民间的南馆班的指导老师 然后现在也是我们前身音乐工作室的艺术总监 对 好厉害哦 我们节目真的很感谢各界总监的那个支持 然后都很愿意就是来接受访问 对啊 我刚突然想到你要不要用南馆 你可以用南馆唱一唱自我介绍吗 你有尝试过吗 不安欸 哈哈哈哈 现在也许下一次 对 下一次 好哦 那老师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在节目的ending的时候 老师你有稍微就是唱一首 就是很特别的用琵琶唱一首很特别的歌 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歌曲的内容吗 那个内容最主要是刚刚那一首是我们南馆的入门曲子 叫做免达训 免达训 免达训 免达训他里面是公公六公而已 那这只有公词谱 因为南馆的音乐里面 他的音乐内容有分支曲谱 指指指头 手指头的指 曲就是我们刚刚演唱的示范的一首歌乐的曲 那我最后节目 刚上礼拜节目最后的演奏的那一个就是谱 就是只有单纯只有公词谱 哦 那前面醉跟曲 那是有音乐故事有内容的 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入门的时候 我们就是先教学生怎么看公词谱 教他怎么唱 所以南馆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开嘴唱 我都不怕你买 不用怕你乱乱 就是怕你不敢开嘴 哦 可是 所以说你刚刚那一首曲子就是 他唱的就是你的公词谱里面的曲 那就是公词谱 就有点像我们 就是学五线谱 Doremi Fa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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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概念 哦 好哦 那 那个南馆一定要唱吗 如果有人真的就是打死不唱 打 打死不唱 我来当纯乐手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因为当纯乐手也是可以 但是呢 为什么 因为南馆的学习方式 跟一般人家的 乐种的方式不一样 嗯 嗯 你只要 Doremi Faso 会会看 嗯 你就有法夹夹夸锡 你如果夹夹夸锡 你夹夹夸锡 对啦 什么啦 他们在那里 你看破你就会演组了 但是南馆不一样 它的方式是 它的基础 是建构在你的唱 建构在你的唱 唱 你的唱运 太抽象了老师 它是唱韵 比如說公公 利幼公 它每個 它是依照它的指法 所以為什麼剛剛開始講到的琵琶是總指揮 我們南館譜裡面只有單一一項譜而已 它沒有分譜 沒有像國樂、西樂 它有每一個樂器都有分譜 南館就只有單一的譜 所有的樂器看同一份譜 那看同一份譜 它就裡面就只有骨幹音喔 就是主音 對 就只有主音而已喔 那其他的中式音從哪裡來 老師所教的唱韵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要先熟悉老師唱韵 就三個韵 沒有 就唱韵而已 唱韵 就是我剛才唱公公 利幼公 公切 是不是不一樣 那如果我只唱單音的話 公公 六六公 公切 是不是聽起來很平 對 那我加了裝飾音 是 公公 利幼公 公切 是不是中間有多了幾個音的轉變 對 那這個音跟音之間做連結 它就形成一個很優美的旋律 對 所以我們的唱 樂器是建構在唱音 格式是建構在你的聲音 對 沒錯 你的唱音 就是看哪一個韵 然後我們就搭配哪一個樂器 然後怎麼拍它 就是說 我唱的那個韵 就是洞宵跟二選所要演示出來的 裝飾音的韵 對 裝飾奏 所以佳花 論飾 那是只有洞宵跟二選 它是屬旋律性的 但是需要佳花跟論飾 琵琶跟三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只有彈奏骨幹音 因為它琵琶的織法 它是只有單音而已 喔 所以它就是主音是琵琶 對 然後其他人就跟著那個琵琶的音去做裝飾 對 那裝飾的主要依照我們唱的裝飾音 嗯 下去做演示的 好特別喔 很特別啊 對 所以我 可以跟你說你會看破壞不對 嗯 不過你若不會唱 嗯 你動笑到眼睛你就不穩 對 聽起來就很啵 喔 就只有吹單音而已啊 是 對那你如果沒有經過老師的嘴念 是 我們說 嘴念 嗯哼 所謂的嘴念就是口傳心壽 嗯哼 這個就是傳統樂的 嗯哼 傳統古樂的教學方式 傳統藝術都好像 是脫離不了 口傳心壽 對沒有辦法脫離的 嗯 你沒有經過先進的嘴念 你根本不知道 你現在唱的到底是什麼啊 嗯哼 你只有會看譜沒有用啊 嗯哼 你不知道轉運怎麼轉啊 特殊的東西你不知道啊 不了解 所以都要靠老師 對 所以說剛開始就是 先進一定要跟老 跟學生堪 堪耶 就是像媽媽在堪孩子的藝術一樣 嗯哼 要把他披掉 嗯哼 所以我們看譜看譜看譜 就是這樣來的 哦 看譜看譜看譜 就是要把你那個曲給拉出來 就是把你的那個紋 披掉 是 等你學校後後 等你學校後後 是 你可以自己去做紋 是 你就是一個詩了 所以剛開始就是 模仿嘛 嗯 老師怎麼唱就怎麼學 嗯嗯 然後老師覺得你OK之後 你就會 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難關 應該是說到了你 可以分辨 你可以做取捨的階段 嗯 你就出色了 你就 我就自己有你的特色了 嗯哼 南冠不會出色 南冠不會出色 因為學不會完的 對 下水是無知境的 對 無知境的 一直學不會完的 是 哇 所以身心都在說 五四人也學不會完的 五四人嘛 五輩子也學不完的東西 是 對 欸 俊麗老師你真的很 就是這種很 你怎麼說 因為你其實很年輕 哈哈哈哈 沒有啦 要實際上怎麼年輕的啊 嗯 那這樣嗎 哈哈哈 不可以在姐姐面前講這種事 好 啊 可是你 這樣聽起來其實老師有很長的一段 難關的學習過程 可以聊一聊就是 您是怎麼樣接觸到難關的嗎 對 其實說要接觸到難關 應該是說我們家族的關係啦 家族 對 你們也是家傳的難關 應該是說我們家族的難關的遠遠 在的 嗯嗯嗯 所以我剛才上星期講的 這支基壩有故事的 喔 對 琵琶是有故事的 這支基壩就是我這公自己做的 蛤 自己做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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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己做的 沒有不對 無私自通 從選財 對 嗯 也是經過 也是跟這些 在做 做技師的 這些老債夫 做的討論 研究 慢慢他自己研究出來的 嗯嗯 所以我的技師都是他自己做的 穿手做的 包含那個 基北的動蕭議現 嗯哼 都他自己做的 哇 那是我的接工 接工 對 嗯哼 所以我是我們 12歲 嗯哼 國小人那裡 嗯 開始接觸的 嗯 啊這個接觸的 起因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是 台南 萬里人 嗯 萬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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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萬里人 我們那時候大廟 萬里人 萬里人 要做 嗯嗯 啊 因為萬里人 要做 然後他有 請南冠 嗯哼 請南冠的 先生來教 嗯哼 因為要做 一個南冠團 嗯哼 啊 因為說廟 要做 有南冠 嗯哼 比較好用 比較好人 嗯哼 所以就是 因為這個 機嫌 啊 因為我爸爸 嗯哼 他自 年 小子 年 年 他就 學南冠了 嗯哼 對 啊就是 在我們這公這罐 嗯哼 叫何生社 何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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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里何生社 嗯哼 我是在那兒 起玩的 嗯哼 啊那時候 拼請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國保 國保醫師 張宏明老師 張宏明老師 來 來何生社 教官 哇 國保來教 國保來教 啊我 我爸比較 起學 因為那時候 都是 安裝了 裡面的人 開始教嘛 嗯哼 接觸有人 要學南冠 嗯哼 啊我爸在外面去學 嗯哼 開始接觸到南冠 嗯哼 啊其實 啊沒接觸 啊沒進食 嗯哼 開始學進情 嗯哼 我在娘胎就開始在聽南冠了 娘胎 就在媽媽肚子裡面就在聽 因為爸爸就是 那個月 就是這一派的 啊我家裡 還在冠 在頭巾而已 哈哈 哈哈 啊每一天的 每一次的 行名聲 還是 平常 就是都會放南冠出來 放南冠出來聽 嗯哼 就耳目啦 對 那時候都不知道 那是什麼 那是南冠啊 嗯哼 對啦 我是聽我媽說 我如果沒聽那種 我會跟她說 我睡不著 嗯哼 我聽我媽說的 從小就聽這麼高級的音樂就是了 我媽 我媽就放南冠了 我聽了 嗯哼 做一個學習 嗯 因為要出町 出町 做一個要出町 不然要出南冠 所以這麼少人 嗯哼 做一個出町 那你們出町跟一般出町是一樣的嗎 跟一般出町 還有什麼差異 一般出町不是 就是 就是一個隊伍 然後遊街 南冠也是 南冠 南冠是做一個比較有 好出町 那一樣要遊街嗎 還是就是 那就對街的後面 哦 可是對街的後面怎麼唱啊 就一面走一面唱 對 哇 演奏而已 就演奏 對只有演奏而已 然後到定點再開始音唱 對 到定點 比如說到一間高倍的大廟 對 因為我一口定點在那裡拍張 哦 然後再開始唱這樣 對 嗯 蠻有趣的一個經驗 那老師您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有 就經歷過哪一些老師 還是 哦 我經過的先生有很多 對 對啊 我們 十二歲開始 先接觸到張宏敏老師 然後張宏敏老師 然後 因為我們 我們學功了嘛 我們結功了嘛 黃太郎 黃太郎 廣東 還有 之前很有名的 蔡曉月老師 那時候他也有 去那邊指導過一陣子 嗯嗯嗯 對 然後很榮幸 有剛好 接觸到老師 吸收到老師的精華 對 然後這個廟做之後 嗯 這個就都沒辦法了 嗯嗯嗯 所以有些 有些廟是 有些南館團體是依照 是因為廟的 廟花 或是說 比如說 塞冬香 嗯嗯嗯 比如說 海寮 海寮 那邊有一個南館團 叫海寮 那個 海寮 穿好下 嗯嗯 他是依照 塞冬香 嗯 有香課的時候 他有出香的 哦 他以前平常時 他們是沒有在練習的 啊現在已經變成日常了 嗯嗯 對 那後來現在早期也是這樣 然後 之後才會變成日常 嗯嗯 然後後來這個做久之後 我這麼高興 我一講說 男生社 他那男生社 百年管閣 嗯 他也是有在 操生 也有在 教學 嗯嗯 然後我才去 跟我們家的人去學 嗯嗯 打開始 是我跟我們一個人 嗯嗯 我們做的去學 嗯嗯嗯 啊做久之後 我們就都做的去學 嗯嗯 就做久之後 自己去學老師 就去找男生社的老師 不然我們就是 我剛才說 我們就刷去男生社 是 去學 就不間斷的 一直學習 對 欸 可是你那時候 已經12歲 應該會有一個尷尬的 變身期 對啊 就是有變身期 那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我唱到國一 嗯 我國一笑 嗯 然後 也是經過 我通 也是 也不是去參加通軍營啦 真的喔 通軍 啊就是因為參加通軍營 啊 去到人家 在那裡划 對 划到回來的三聲 啊 我回來的三聲之後 那幾個聲音就都 斷了 麻麻的斷了 嗯嗯嗯 然後那時候其實 有很大的挫折 哦 就是欸 我怎麼都唱不上去了 早期啊 我這麼高音 我隨便一唱都可以 海豚音 非常輕鬆 嗯哼 對啊 然後現在沒有 那正直龍那時候 就開始變阿映的聲音 啊 嗯哼 起立 高低不低 要高 高不上去 破音 嗯哼 對那時候就很挫折 是 對然後才 我開始南平時的 蘇龍發老師 是 他是我二選的啟蒙老師 是 我二選的啟蒙老師 是 他開始說 啊 準了 不然你現在 不然 不然來學技師 好不好 那他教我二選 哦 所以我第一開始的 接觸的樂器是二選 是 對 然後 在男生社交的時候是 蘇清花老師 是 對那時候是我們有一群小朋友 一群成績班的小朋友 嗯哼 然後一起學習 嗯哼 然後蘇清花老師帶我們 還有蘇龍發老師帶著我們 嗯 對那裡面很多都是 因為男生社是 早期非常知名的 對 對 國際的 國際 國寶級的 都國寶級的老師 大家都很去巡迴 很去巡迴是 很去哪裡 很去 後久啊 後久 對啊 像你聽到了 林金花 蔡曉月老師的CD就是 在國際上錄下了 哦 在國際上我們都不知道耶 我們就想說 國外的月亮比較圓 然後我們就喜歡聽什麼 法國翔頌 然後 西班牙是什麼 Flamingo 對啊 天啊 我們這邊南館有到法國錄製喔 對 太厲害了 對 男生社那時候有出名的就是因為 學者 非常會教授帶著男生社的老師們去法國演出 嗯 然後當時候去演出的時候 因為 南冠沒在看破的 對啊 這老師都沒在看破的 他在上面演奏 讓他在 外國人 怎麼那麼厲害啊 你們是在唱什麼 喔這麼厲害啊 他到底是真的這樣啊 聽說啦 當時的盛況是這樣啦 在音樂廳裡面 嗯 演奏 然後 聽說就是故意斷電 但是老師們還是繼續演出 但是老師們還是繼續演出 還是繼續繼續演出 哇 然後就是 那時候他在吃明大招 哇 喔 那這樣 法國廣播電台 從十直播到天亮 哇 你看 你看用一用盛況 真的這樣 我是聽老師這樣說的 幾年前的事情啊 民國七十幾年的事情 民國七十幾年 喔那也有一陣子二三十年了 那時候我好像 還沒出事沒那麼久 嗯 那時候我出事啊 呵呵呵 就是這樣來 這樣出名的 嗯 所以 因為國外的其實 對我們這些古樂 他們都很吸引 很吸引他們啦 不熟悉啦 然後就很好奇 又很優美 對 真的很優美 上個禮拜老師在彈奏的時候 其實我現場是起雞皮疙瘩的 我覺得很很感動的是就是 就是那個聲音可以達到 就是精神上的如此的共鳴 嗯 就一般我們聽鋼琴或聽什麼 就是好像就是老師說 呃就是以前音樂老師說 啊聽這個很放鬆 然後你可能就是去聽一些 原舞曲啊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一面聽一面跟著音樂 就是搖擺 嗯 可是你很少就是會聽到像 老師唱的那個難管 就是一聽的時候是覺得 喔一整個人就是精神就被吸引過去 然後去感覺去感受 把自己放在那個聲音裡面 對 然後去想像那個畫面跟情節 嗯 對 我覺得是很很感動的 對 欸那老師您後來就是長大之後 您 您是 怎麼樣就是繼續 就是他其實還是那個團 合生社還是一直在嗎 合生跟男生都一直在 對 對 對 合生是我開始的 嗯 啊過來比較去男平時 學學學到那邊 比較真 對 那你同一批除了跟姊姊之後 還有其他的同學 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館裡面的一些 老師們的小朋友 嗯嗯 都有 或是他們的孫子 嗯哼 子女子子 這位二人 不過學到最後 大家就 大小小小小小啊 那是只有我繼續 繼續在這條路上 田地裡面 繼續傳染 對 對繼續 神根 對 那這樣主要也是 北藝大的學長姐 嗯嗯 因為我們北藝大傳統音樂系 他們每年 我們南館的春秋二季 嗯 這待會兒再另外說 春秋二季 我們都會有一個交流 嗯嗯 邀請全國的一些管閣 嗯 的選友 一起來 共襄勝舉 嗯哼 那就是一個南館的一個 每年的大型的活動 嗯嗯 會有很多的選友來交流 然後當時 當時就是因為 傳統音樂器的 老 破季教授帶著他的學生 帶著學生 南館族的學生下來 我們 南館社交流 嗯哼 然後那時候才認識這些學長姐 嗯 然後他們才 建議我說 要不要來考我們的學校啊 南館的啊 嗯哼 缺人喔 對 真的 然後說啊 因為我們學校有 南館有樂團啊 之後你畢業啊 也可以待在我們學校的樂團啊 喔 打緊揪人就對了 一個出局啊 對啊 這樣 有這樣的一個誘因 嗯 所以我才 考 去考 去考試 嗯哼 我也沒在怕人 我也不怕丟臉啦 其實我是考三次 嗯哼 我也都跟我學生講 北一大是真的不好考 北一大考三次 印界 因為印界我是讀高職的 早期是真的不好考 我特高一的啊 我不是特 普通高中的 所以不然大家考的就是都高中的東西啊 對 他有分數科跟學科 啊我那時候數科跟學科又是分開考 對對對 要北一大又是讀招 對 對 所以我第一次印界考的時候 學科沒那麼多 考不了人 對啊 對啊 你的學科真的蠻強的 對啊 你學科沒有過 你沒有辦法考數科 對 當時是只有一樣 對 然後就是在 隔一年 就準備 然後再考 欸學科過了喔 數科去考 哼 音樂、樂、理、事、唱、蜜啊 對啊 因為我不是西洋音樂的 我沒有受什麼西洋音樂的教育啊 音樂、鋼琴 所以他的書殼是用樹 對 他是用樂理聽寫這些 喔 那好可惜喔 當時我知道 但是我還要去二補一下 但是沒辦法 嗯哼 但是平均起來還是 差了一點 差一些些 對 對 然後 其實已經有要放棄了啦 嗯 又要放棄了 人家想說已經 差不多可以先去當兵 然後再來想說要怎麼做 怎麼樣 然後後來就是這些學長姊還是 鼓勵你 一直在鼓勵 對 因為其實在那個時候 你怎麼沒關係啦 你就可做了一次嘛 對 真的真的真的 哭不過你還要打算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就是這樣 但是最主要也是因為真的有教育 有教育這個音樂 想要繼續 繼續 轉眼學科的部分 對 對 所以 就是考了最後一次 就算了 終於考上了 就是命中注定 真的 我也剛剛說這些 這些都是命中注定安排好的 是 而且那時候 這種傳統藝術其實 真的是一個弱勢 對 他真的 所以那些學長姊是真的非常需要你進去 強壯他們這樣子 而且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其實也不算 對 算是秘密啊 其實現在很多檯面上的戲劇人 也都很多都當完兵 戲劇名媛喔 當完兵然後才去 才是考試的 北藝大戲劇戲 出來的 對 至少我知道的啦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還好 那個年代其實是創招北藝大了很多 所以 OK的 OK的 YA 而且那時候他也不叫北藝大吧 他叫國立藝術學院 對 他叫國立藝術學院 對對對 好喔 我那時候已經改了 那時候你們已經改北藝 我進去的時候就已經改了 那你真的很後面 天啊我是有多老啊 好恐怖喔 哈哈哈 藝術學院 對那時候叫國立藝術學院 對 對對對 哇 所以你就在那邊經歷了四年還五年 四年 然後在讀研究所 嗯嗯嗯嗯 對啊 所以你看你進去了之後就是一個強棒 因為我還沒進去 大家都在鋼琴什麼的 你就會難管 然後告訴你歌很行 我還沒有進去那些學長姐 其實都很希望我可以進去 是 因為我是藍村社 對啊 這麼正統的一個 然後也是希望說可以進去 嗯 但是因為是學科不該該何時 哈哈哈哈 對我是知道 我們北藝大其實 在我們管閣 有很多老師去我們北藝大教過 對 比如說蔡小禮老師 是 然後我們 呃 蘇龍發老師 是 蔡勝門老師 張宏敏老師 是 這些都有去過我們北藝大教課過 是 欸老師那您覺得就是說 在您們學習的這一段過程 從一開始在台南這邊 很傳統的訓練 到北藝大這種比較有系統的 嗯 學院式的訓練 有什麼差異嗎 其實最重要 其實我很感謝我大學的 這一個老師 就叫 那個叫蔡千元老師 嗯哼 那是我進大學 從我一年幾代到十年幾的老師 嗯哼 從他的身上 因為老師他是一個非常有系統式的 嗯哼 教學 嗯哼 他他除了讓我們會演奏以外 嗯哼 他也會讓你了解說 你現在演奏的狀況 狀況 哦 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是這麼一回事 是 就是 就是 把你叼就對了 對 把我叼 嗯 演奏 嗯 跟你的穿舞 有那麼沒有 哦 你不會不會送嗎 不會啊 我這麼厲害 你又把我叼 不會啊 不會啊 老師很厲害啊 那都民間老師啊 哦 對啊 所以我是從理論與實際 嗯哼 要怎麼樣去達到一個符合 要怎麼樣去達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是從這一個老師身上所學到的 是 的一個建構 是 所以我很敢念他 很感謝他 但是那整個環境呢 譬如說 因為你知道台北關渡 其實很多就是很 台北就是一個多元文化 然後很接受一個外來文化洗禮 可是以一個南館的學生 在那邊學習會不會 會有嘲弄 或是不會 其實 嗯 因為我也蠻帥蠻特殊的啦 因為我 我 我南館組 是我 我算 最資深的啊 我大概找我那些同學 嗯哼 所以我是帶著我的同學一起長大的 你所謂帶著你的同學 我們這些同學都是國月底子的 國月底子 他們完全沒有南館的底子 他們進來才開始學的 哦 對 像我們之前呢 我上去很多學長姐 他們是一起 要考之前一定要先用南館的 底子 嗯嗯 對 對 然後後來因為招生的關係 然後才慢慢一直改變考試的方式 嗯哼 所以我那些同學 他們其實是都是國語的底子 哦 這樣聽起來 南館其實在 在美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些視為 學習的人數 聽起來 如果是因為 找不到南館弟子的學生的話 聽起來好像 應該是說從八十幾年 八十幾年 九十幾年 這段歌 啊我開始啦 你 啊對對對 你是九十幾年 對 我九十幾年 這樣就是你九十幾年的時 可能一定會學化 因為我們傳統音樂系 在 還沒那個 我們學校我們戲是蠻晚成立的 對 對 哦 那到現在 所以老師到 所以到時 那時候你進去的時候 聽起來就是難管他有一點點 就是學習的人數會比較少這樣子 嗯 變成說你是在裡面協助老師帶 對對對 我算小組長啊 我算小組長啊 老師說你來做酒店啊 哈哈哈哈 你來扶自己去 哦 哦 但是你有跟國月 學習國月的夥伴或同學們做交流就這樣 對啊 一定要啊 一定要的啊 對啊 哇 那那個交流聽起來也是一個蠻大的養分 嗯 對啊 那老師到現在 就是您也回北一大擔任老師帶學生 您覺得從一路學習到現在這樣的回饋跟指導學生 您的在指導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在教學生的這個區塊裡面有什麼 又有發現到什麼不一樣或是比較有趣的地方嗎 應該是不一樣的地方 意思是說 當開始我們出來在交 嘿 我們也是會怕 會怕喔 會怕 不會拉 不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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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怕說我現在這樣說 哼 這樣說不對 嘿 嘿 啊 在說話還是怎樣 有點痛 是 因為我去教的時候 我的身分 是老師 是啊 但是也是算他們的學長 哦 是啊 對啊 對他們來說是我的學長 因為我當兵退伍之後 考進去的 嗯嗯嗯 所以我大一的學妹 嗯 我退伍之後 進去他們大師 嗯 但是學長變老師 哈哈哈 這個關係其實是很微妙的 啊 好有趣喔 對對對 但是也沒有 之間也沒有什麼很大的隔閡 是 感心不是這點 是 他也是在你當作就是老師啊 是 也不是說 啊你學長就幫你擦菜 對你不尊重 那你在當老師的這個心態 你會對南館有什麼 就是 比如說 喔我要大家 我要變成一個南館王國 啊大家都很厲害啊 哈哈哈哈 還是說就是 嗯 這是說 不是說南館王國啦 是說 我們可以進我們的力量 嗯 把我們所好的東西 還給人 知道 嗯 繼續把好的 這個好的東西 繼續團下去 是 這是我最大的出發點 是 最大的循環 對啊 因為好像老師現在除了就是在北大教室之外 就之前老師有提過說在社大 然後好像陸陸續也有一些活動的推廣嘛 那你們在推廣方式上有比較 跟以往你在學的學習 就是比如說在 呃 廟的那個大廳前面演出 或者什麼的差別嗎 就有哪些不一樣的點 不一樣的點 你自己認為的突破 自己的突破 最主要 現在這一個 我們現在在推廣的這一個方式 嗯 是其實想是 最主要是想要重現 重組之前 我們在古畫 嗯哼 看到的一些 這些情境 嗯 我們是想要讓 大家了解這樣的一個 以不同的方式 以查 嗯哼 還有以各個不一樣的一樣的藝術 來做一個結合 做一個連結 讓現代的人 可以輕鬆的 嗯哼 沒有距離感的 嗯 也可以在生活當中的 嗯哼 可以了解難關 所以除了這些我們常看到的廟宇的場合以外 也可以在戶外或是說茶會雅集 或是說其他的地方各個場合我們都可以做 嘗試 做推廣 欸 你剛才說到雅集 我突然腦袋閃過一個畫面就是 以前古色不是有那個逸達 逸達 逸達 逸達他也是唱難關嗎 我在電影裡面看到 以逸彈 一個女一個蛋 那個怎麼樣 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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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唱難關嗎 逸彈以前也是有唱難關的 是喔 以前也有難關 逸彈以前去打雅集 喔 可是好像是不是難關的老師如果教 那也OK嗎 其實 早期他的限制比較大 嗯 逸彈 逸彈以前打雅集 他就不可以在官人裡面設施了 喔 因為 逸彈 對一般的人來講 他們的地位是比較 但是逸彈其實是藝術的方面啊 是啊 對啊 是啊 我以前看那個公共電視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跟逸彈有關的故事 我就 那種金玉蘭吧 對他演那個逸彈 然後就是很漂亮的一個 欸 叫他叫什麼 有 日本話是叫 我現在忘記那個名字 反正就是很有名的那種當紅的那個 只罵義不賣生的那種 就是異彈 對啊 那種的也是只罵義的那種 嗯嗯嗯嗯嗯 對啊 啊就是說 我都聽到老神經 老師他們說的 說早期就是不能這樣 嗯 早期說你 打給他 你就失格了 嗯 失格了喔 嗯 在這廣閣的人生就已經失格了 是 他就不會主動去到這 PASSION 不會主動去到這 這 哦 這麼嚴格喔 這麼嚴謹 這麼嚴謹 哇 是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為了就是讓 這樣的音樂可以很 普遍 普遍 很普遍 所以我們就是 可以 也許就是說 欸 平常可能就 有點像是那種小型演奏會 對 然後我們就可能請 請就是 南館樂手來演奏 然後來唱歌 就像明歌西餐廳那種概念 嗯嗯 欸我覺得可以耶 明歌西餐廳 對耶 看有沒有那種茶館啊 然後大家如果說不要再放那個CD player 就是也許可以找老師 其實 這樣的做法其實泉州很多耶 泉州很多茶館 對很多茶館 2022年的現在嗎 當然喔 早期都已經有 都已經有在做了啦 現在台灣還沒有 泉州很多茶館裡面 嗯嗯嗯嗯 他們就會有難館的 樂手 樂手 去那邊演唱 然後大家去賞金 哇 打賞 最主要是因為泉州他們 是發源地嘛 他們現在是大力在推廣 是 喔真的有這個喔 然後推廣之後 這些藝術學校的 學院體系出身的 嗯 他們畢業之後 然後就是去茶館 可以做一個表演 對 有一個收入 有一個收入 然後練習 然後推廣 對也可以練習 然後他就是一個藝術 然後他就是一個藝術嘛 然後大家坐在那裡這樣 像上 對 你也可以點擊 喔 點哥 我是 我是有經歷過 我也有去那裡交流 全州的邊交流 喔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 因為你知道像法國 大家都說喔 在法國學音樂很 很 就是好像很厲害 什麼 但其實我知道法國 他們的街頭藝人 也是像台灣的街頭藝人 是需要考核的 對 然後就是他的 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去法國搭地鐵 巴黎搭地鐵的時候 你在旁邊 你跟那種學生 管學院學生 任學院跑來在那邊 就是彈奏樂器 然後靠打賞 賺取生活費 那一方面他們也是增加 自己練習的機會 然後也是增加自己曝光的機會 除非啦 我知道是有另外一種 是按牌的 就是他可能就拉的 卡OK 然後在那個車廂裡面唱的 那個就 那個就不是考核過的 可是如果今天 所以你 你今天如果在法國的地鐵 你有可能就聽到 真的很國家級的樂手 在那邊演唱 對 他們可能就是未來的 國家樂手 在那邊就是 就是彈奏這樣子 所以其實 對 我覺得 其實台灣也可以做這一塊耶 對啊 那是不是要去考街頭藝人照啊 呵呵呵 對啊 我覺得其實可以 也就是推廣 推廣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樣 然後同時增加 大家接觸南館音樂的機會 然後去聆聽南館的音樂 這樣子 聆聽啊 欣賞 欣賞 學習欣賞 然後 然後學習南館 這些曲調裡面的故事 對 好 那 老師 你是不是還有一段 就是你小時候很珍貴的那個 南館 唱南館的音樂 無啊 你可以 就是 就是提供我們在節目上播放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很 很自棄的聲音 你聽起來很像 這是南館 你怎麼真的唱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小時候的聲音 其實是蠻高的 是 音高也蠻高的 好哦 那我們就是節目Ending的時候 就是播放老師的音樂這樣子 那你們那時候怎麼樣 那時候是小學生 就是剛好12歲或是13歲之間 都要打阿嬤 久一段了 是齁 都有錄音帶 珍貴的錄音帶 好哦 然後把它轉錄出來 那你們工作室有沒有考慮要找說 小朋友啊 或者是到學校 這個未來我們都是可以做計畫 都可以做計畫 以推廣為目的 就是純娛樂嘛 以推廣先為目的 對 然後招生 就是其次嘛 對啊 因為我是覺得 欣賞的人口 要先有 你才會有動力 才會有欣賞的人 他才會知道 我想要學習嘛 才有學習的動力 對 因為今天怎樣 這兩次的訪問下來 我覺得其實南館本身 他就是一個唱的故事 因為他本身在唱那個曲調裡面 他其實就是有很多 以前的 他不是傳說故事 他是歷史故事 他比較像是歷史故事 對 所以他也是一個音樂的文本 對 音樂文本 然後是用唱的一個故事 然後你在裡面唱的時候 一面去想像它裡面的故事情節 所以他也有演戲啊 啊有嗎 有 欸我給人露掉這一趴 他演戲是 我們通常在講的南館 是講音樂的部分 嗯嗯嗯嗯 那如果 在擴大來講 它可以分成音樂跟戲劇 喔是喔 對它有戲劇 南館有南館戲啊 嗯哼 我們莫登場 那是 貨場用的音樂 就是南館音樂啊 喔 就有點像Opera 就是歌劇的 對對對 對的概念沒有錯 嗯 好喔 那我們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邀請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南館的歌劇的這個部分 呃 也是可以啊 但是我沒有那麼的擅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 好啊 或者是老師可以提供我們一些 就是喔 好像志祥老師有提到一些團體 就是好像也是做這些 上網搜尋啊 對對對 Keyword是什麼 Keyword是藍館戲 藍館戲 或是梨圓戲 喔 好 那就請大家先Google一下 南館戲或梨圓戲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謝謝 對 然後也非常謝謝 俊麗老師 感謝大家的聆聽 嗯 精彩的分享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把俊麗老師的 簽聲工作室 音樂工作室 簽聲音樂工作室的連結 然後貼在我們的留言處 或者是網站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老師的工作室去 去就是欣賞一下 然後搜尋一下他的資料 或者是直接傳訊息 跟老師聯絡 是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好 老師 我們頭過來不記得說春秋二季對不對 嗯 好 老師 我們頭過來不記得說春秋二季對不對 嗯 好 來 我們請說 孟夫郎君 對 明夫郎君 啊孟夫郎君 其實就是孟昌 孟昌是五代蜀國的君王 嗯 對 啊他五代蜀國的君王 他由功升取 嗯哼 他擅長作曲 嗯哼 他一個也要打獵 嗯哼 然後他認他的夫人 就是花蕊夫人 嗯哼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 花蕊 對 花蕊夫人 對 花蕊夫人 是喔 還有我們的宋太祖趙寬映 趙寬映 對這三個人 嗯哼 那這個 聽起來就是古早那個 意亂情迷 然後三角關係 漂亮喔 那就是孟昌 是 趙寬映 是 他 打應該是說 要收復 他的好處嘛 是 然後因為 他是一個最後一個君王 然後花蕊夫人 就是他最心愛的女人 是 是 對 然後沒辦法 為了國家 嗯哼 我不得不把這個 女人 送給趙寇 送走 嗯哼 對 但是呢 我覺得 那但是呢 趙寬映其實 也是知道 這個也是最心愛的人 哼 啊 因為他的國家的問題 他也知道 是 所以 後來 趙寬映 那個夢想過世之後 是 花蕊夫人很想念他 對 然後就在他的想法裡面 是 找人 找畫師來畫一幅他的像 嗯哼 然後在 試念他 膜拜他 祭拜他 是 對 然後已經有一天呢 嗯哼 趙寬映經過的時候 就說 欸 你在祭拜誰 他在拜這個像 嗯哼 他就說 我是在拜 中仙台帝 在求祖的 在求職的 是 對 他就說 我在拜中仙台帝 但其實他拜的就是夢想啦 哦 對 那其實趙寬映 其實應該也都看過他的 像他知道 不過他沒有跟他拆穿 他也是很感念 沒有點破就對了啦 沒有點破 沒有點破啦 對 然後就跟他說 好了 這樣 就這樣吧 求職嘛 啊不然 後來真的是有得職的 是 然後才特赤 特赤 春秋二季 嗯哼 說啊春秋二季 你有這兩天的時間 農曆二月十二 嗯哼 還有農曆八月十二 這兩天 讓你祭拜 哇 讓你思念他 對 所以我們春秋二季 最主要是在 其實我們的孟輔郎君 嗯哼 還有我們管閣裡面的先賢 嗯哼 欸這個故事很美耶 很美 以前我們就在講說 就是什麼美 就是你不要說 你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要說破它 嗯 然後我們就是讓他好好的 過去 不是說現在的人 好啊要怎麼搞你死 哈哈哈 對 差好多 對啊 差很多 然後也是一種 很美的修養 對 你真的要就是有到那個 其實也不用到那個 而是你的生活層面有到那樣子的時候 其實自然而然就會有那樣子的 就是 我覺得那是有生活的美感吧 真的 真的 但是我們聽老師講說 花蕾夫人其實很會做曲 嗯哼 做詞 嗯哼 夢廠他其實一對 順利 也都是很有研究的 是 所以 一些劇情和生命 其實都是花蕾夫人 哦 以下的劇情做出來的 這些都是老師他們口耳相傳的啦 但是沒有實際上的 對 但總之一切就是在議會之中 嗯哼 嗯哼 他是最心愛的人 我送你走 為了這個國家 嗯哼 嗯哼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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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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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